今日的ET國股推介第一隻是工商銀行1398 簡選原因是內地持續推出多項舊樓市的措施 其中下調按揭利率政策 智商證券估計對國有商業銀行今年第四季及明年第一季的正息差 會帶來九個基點的下跌壓力 不過近日內房舊市有望舒緩內地房地產相關抵押貸款及債券等 賬面減值的壓力 有望令包括工行在內的內銀股資產質素進一步改善 同時貸款需求轉活、貸款額增加 可以抵消部分正息差下跌 對淨利息收入帶來的衝擊 另外工行過去大部份時間有接近一成的收入是來自海外 是海外業務佔比第二高的內銀股 僅次於中國銀行 市場預期美國開始減息的日子不斷延後 由今年年初估計年底開始減息 變成最新估計可能到明年下半年才開始 加上加息對銀行正息差的帶來影響向來滯後 因此境外貸款有望部分抵消內地減岸式的衝擊 綜合而言市場雖然預料工行 今明兩年的正息差仍然每按年下跌 但跌幅就會呈現收窄的趨勢 投資者不妨等工行回到去三個七碼入第一柱 如果有機會見三個半可以加碼 初步看五元的關口 或者用作長線收息用途 跌穿三個二就適宜止蝕 第二隻的推介港股是中國建築3311 公司剛剛交出符合市場預期的中期業績 盈利和中期股息都有增加 市場預計今年全年的股息率達到6.2厘 將會持續增長 公司業務有兩大催化劑 支持未來的業績增長 第一是香港市場的北部都會 明日大禹等多項發展規劃 第二是技術創新組裝合成建築法業務擴張 公司上半年中期純利按年上升15% 符合市場預期 其中兩點是毛利率按年增加了2.3個點子 去到15.7% 主要是受惠於澳門市場 和旗下中國建築輕業毛利率上升 雖然期內整體新簽合約只是增加7% 但香港市場增長強勁 是未來增長兩點 上半年香港市場新簽合約額 按年大增36.4% 主要是受惠香港建築市場 上半年相當景氣 作為市場龍頭 中國建築連續獲得大型醫院項目 是香港第一個 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已推出項目當中 中標項目合約額領先同業 另外香港亦有明日大禹 北部都會區等大型計劃 積極備各類的基礎設施 工融設施等項目 都為中國建築在香港市場帶來機遇 市場預計中國建築今年全年順利 按年上升13% 預測今年的股息派54.4 按上星期收市價8.07日7計算 即股息率預料達到6.2厘 隨著預期往後派息增加 明年和後年 預測股息率可以達到7厘和8厘 關於5.6天頁 距離